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你这个是四房A的物质 请问你12年前购买的时候是多少钱 两百七十五千就是说二十万七千块 主要是靠公积基金留给现款 所以购买的时候现款多少钱 一点点 公积基金一共交付了差不多十二年 开始是六万块 开始的时候是个人的吗 每个月要付多少 每个月要交付一千七百 那缴了多少年有停止过 多少年有停止过 多少年有停止过 两三年有停止过 两三年就停止过 那个时候是1990多年 1997年买的 1997年买的 停止的时候是什么 公元2000左右 03年左右 什么是工作上 工作上 工作上 事业 李先生请问你以前是什么行业 做完整的 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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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辛苦的 要晒太阳 要爬屋顶 要爬屋顶 做wiring 天线 那这个就是 新股钱 这些工具是新股钱转的 18岁开始在新加坡工作 18岁开始在新加坡工作 你现在是永久距离 请问你是 有孩子 两个孩子 多达大的 十六 十六二十一 那孩子是 一位在读书 小的在读书 大的已经国民不已 现在在当地 什么时候 可以完成 一年多 多一年多 那 现在你这些屋子的情形 四面 四方A 可以一顺环路 价值多少 三十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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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清楚一点 就是说三百多千 三百多千 三百三到三百四千 就是三十四万 最高三十四万 那你现在这个屋子的情形是什么 监护局 监护局是说 但是你一直筹不出这个 筹不出这个钱 就你现在是怎么工作 是一人之后 现在是做闪工 闪工 爱泰也是 洗碗就是 大概收入 一千块左右 不够一公公房子 公孩子 你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怎样感觉 我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当初买不出钱 我是租固执 我们各样都出了钱 所以我们资格是 我给我们资格是 我给我们资格是 我给我们资格的 我给我们资格 我给我们资格 认为可以买得多 对 也有这个信心 觉得会 所以在产业市场里面增值,会增加一些财富?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我当时你租的租金也是要先多财 所以你什么,19几年拿到PRO? 对 19几年一拿到PRO就来财富金 因为你拿到这个财富 所以是在经济走下坡之后,经济有了困难 那个时候有打算卖房子 就是说当初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情形是如果你卖,还会亏 亏那个房子 我再看一遍这个文件,李先生 就是说他讲的outstanding mortgage loan 304,400多块 所以你现在的负债签 他们的是132,267块9块 这个接工信你看过 接工是接木局2009年7月23号 所以情况现在是这样 那你现在会不会觉得有些失望